与你一起分享娱乐圈的那些事 赶紧来看看我这次带回来了什么好料吧 在你心中 香港电影最具代表性的女演员是谁 是风情万种的张曼玉 女人如花的梅艳芳 娇艳妩媚的钟楚红 还是仙气十足的王祖贤 然而情里还有一位英姿飒爽 美得不可一世的林青霞 17岁的林青霞 她不会想到自己日后能成为香港电影最具代表性的女演员 她不会想到自己在二情的感情中 却成为了别人眼中被唾弃的小三 更不会想到在20岁就应该明白的人生道理 到了60多岁才幡然体会 可是又有谁能想到啊 当时成为所有人梦中情人的林青霞 一生却辗转流连于三个渣男之间 事业收获了丰收 但是前半生的情路却坎坷不平 17岁之前林青霞的生活与娱乐圈无关 小的时候就因为漂亮被邻居赞美 妈妈麻兰英却说她妹妹比她漂亮 这个回答让林青霞有点自卑 可好在林青霞上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 一直都会有隔壁班的男生来找她说话聊天 这才让她没有失去信心 后来妈妈也向林青霞解释了原因 大家都夸你漂亮 她妹妹知道了不开心 在林青霞17岁时候有星探邀请她去面试 被母亲一口回绝 又过了几个月 林青霞忍不住好奇心 陪同学张力人去试镜电影窗外 谁知道导演一下子就看中了她 想让她出演女主角 与林青霞的母亲沟通了四五次都不能行 最终在林青霞向母亲许下 一定会洁身字号的承诺后 才得以成功进入娱乐圈 林青霞刚进入电影剧组的时候 导演宋存寿怕林青霞不配合 就暗中吩咐化妆师将她的长发剪短 后来知道真相的林青霞从片场一直哭到了家里 这个时候在剧中担任男二号的秦翰 主动联系林青霞 开导她的心态 和她一起沟通剧本 就这样林青霞才慢慢适应了拍戏的过程 完成了人生第一部爱情电影 也奉献了荧幕初吻 可惜的是 此剧因为纠纷并没有在台湾地区播放 从这部剧开始 林青霞就认定了秦翰 两个人先后合作了十几部电影 剧中几乎都是男女主角 渐渐的两个人就开始互生情愫 可秦翰作为成名已久的台湾大明星 只不过当时虽然说你有情我有意 但是秦翰当时已经深有婚约 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的林青霞 自然明白 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去破坏别人婚姻 而秦翰也不可能背弃欺儿 两人就只能将这份情感压抑在心里 当时在窗外播出之后 林青霞红遍大江南北 两人都是在宋存寿旗下 所以在宋存寿的安排下 他和秦翰的合作也是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 两人的感情也渐渐升温 因为两人合作的影片越来越多 所以外界也传来了不少的绯闻 甚至有媒体声称 他和秦翰偷偷在一起了 当时这个消息传到秦翰的妻子 邵乔英的耳朵里 那他自然是忍不了的 为了这件事 他和秦翰大吵一架 但是在1979年的时候 两人再次合作出演彩霞满天 这一次事就闹大了 当时媒体拿两人在剧里面的婚纱照 大作文章 说林青霞和秦翰已经私定终身了 秦翰的妻子直接跑到剧组 进行大闹一场 当时林青霞被邵乔英强行扣上了 破坏他和秦翰婚姻的罪名 让他在娱乐圈多年积攒的名气 直接前功尽弃 就连曾经喜欢林青霞的粉丝 也宣布抵制他出演的电影 导致后来林青霞出演的彩霞满天 还有一颗红豆等电影 票房都非常惨淡 这个时候的林青霞 因与秦翰的感情问题 和事业上的失落 一时间想不开做了傻事 还好当时被秦翰及时推门看到 抱他去了医院 幸亏抢救及时挽救回来 出院之后 林青霞一个人跑去了美国疗伤 而另一位追求者秦祥林尾随而至 很多人都想问 秦祥林和秦翰是不是同一个人 其实并不是 林青霞虽然是因为颜值出道 但是拍摄电影的时候 却是十分勇猛 零下六七度的苏州河 臭气熏天的臭水沟 说跳就跳 上岸的时候 还和导演说河堤有蛇 后来这部电影《八百壮士》 成功在第二十二届亚太电影节 获得最佳电影 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 二十一岁的林青霞就被封为影后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林青霞拍摄了大量台湾文艺片 其中与秦汉秦祥林联合主演的爱情电影 《我是一片云》最引人关注 这部电影完全就是把剧中三角恋的故事 照进了现实生活 后来电影制片人穷瑶出来回应道 我选择他们三人主演的时候 并不晓得会造成日后他们的三角关系 这个娱乐八卦消息一经媒体爆出 便引起轩然大波 纷纷辱骂林青霞在两个家庭里面当小三 虽然林青霞最美好的青春 在与秦汉秦祥林之间的感情纠葛里 不断消磨殆尽 秦汉最后的冷暴力更是让他遍体鳞伤 但幸运的是 还有三个男人在林青霞痛苦的阶段 给了最贴心的温暖 先是导演徐克 顶着激怒金庸的压力 力腰三十八四的林青霞 出演《笑傲江湖2》《东方不败》 电影的成功也让林青霞 《东方不败》的绝美形象深入人心 其中最为经典的形象 就是林青霞在水中喝酒的画面 这个画面是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拍摄完成的 因为前一天晚上 林青霞和导演打了一个通宵的麻将 这个电影的成功 也让林青霞摆脱情汉带给他的英语情绪 开始认认真真的拍摄电影 从《白发魔女传》《六指情魔》 到《东邪吸毒》《刀剑笑》 完成了女扮男装系列的众多电影 然后是哥哥张国荣 林青霞和张国荣熟悉 主要是因为电影《东邪吸毒》和《东城吸救》 这两部电影拍摄时间很接近 所以演员们相处时间就很长 有一次张国荣发现林青霞有点不对劲 轻言细语道 你最近过得好不好 就这一句话 就让林青霞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张国荣马上搂住他的肩膀说 我会对你好的 虽然林青霞比张国荣大两岁 但是在两个人交流的过程中 一直都是张国荣在照顾他 甚至在张国荣饱受失眠和病痛最折磨的时候 都还坚持跟林青霞一起看电影 还用剧烈抖动的手臂搂着他肩膀问 好看吗 最后就是和林青霞结婚的行李员 一位其貌不扬的超级富商 在偶像来了综艺节目 先他问林青霞 当时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嫁给行李员的 我在香港拍了十年戏 1984年到1994年 我每天就感觉好像在一个荒岛一样 我觉得我好孤独 我很寂寞 我就很想要一个港口 要有一个家 这时候他就出现了 所以我交往了半年就决定结婚了 他就有一个信念 就是对我好 那时候我就觉得 好像是天上的星星月亮 他都可以满足你 1994年 林青霞和行李员宣布在美国旧金山结婚 婚礼洗帖是金庸手写 结婚戒指价值500万港币 婚礼现场光玫瑰花就有500万朵 行李员说 我要让世人知道 一位真正的绝世家人 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在创造传奇 林青霞结婚后就淡出娱乐圈 影视作品正好定格为100部 婚后又生了两个女儿 一个叫邢爱玲 一个叫邢言爱 后来的林青霞成为了作家 在黄瞻追思会当天 刊登在明报世界版上文章 沧海一生效 然后从2011年开始 陆陆续续出了三本散文集 窗里窗外 云来云去和敬前敬后 近日在台湾中国时报的娱乐头条上 刊登了一篇标题为 林青霞不怕老丑的文章 粉丝们惊讶地发现 60多岁的林青霞高贵优雅 气质依旧 美与笑容满是淡然 红尘多可笑 痴情最无聊 伴随着笑红尘的歌声 我们也看完了梦中情人 林青霞的一生 爱情本没有错 不被珍惜 那就潇洒离去 负责任的爱 才是真正的港湾 林青霞用了40年 去证明这个道理 可是道理大家都懂 感情的事情 谁又能说得清楚 10月1日 有媒体在社交平台 筛出林青霞与闺蜜 真真汪林聚会的照片 许久未露面的林青霞 此次状态极佳 几张照片 就引发了网友热议 照片中 林青霞留着一头 干净利落的短发 里面一袭深蓝色长裙 外面配一件灰色开衫 画着精致的妆容 从内而外 都透露出知性优雅 站在真真和汪林两人中间 小得非常开心 看上去神采奕奕 林青霞自然已经66岁了 但岁月并没有在她脸上 留下太多岁月的痕迹 反而让女神变得 越来越有韵味 一笑起来 她就让人如暮春风 身材也保持得很好 站在那里 女神范儿十足 网友看到照片也纷纷夸道 洞灵美人 气质绝了 在与真真两人的单独合照中 林青霞衣服迎风飞起 配上她灿烂的笑容 漂亮大气的让人移不开眼 而旁边73岁的真真 相比之下就显得憔悴一些 穿着蓝色衬衫 配黑色休闲裤 头上戴着一顶紫色的帽子 打扮还是十分贵气精致的 只是今年三月真真因跌倒导致脑出血 后来紧急住院做开颅手术 到这个年纪任何磕碰都已经不是小事了 虽然经过调养也已经康复 但多少还是损伤了些精气神的 即使化了精致的妆也能看得出来 希望以后要好好注意身体 作为三人中年龄最长的汪玲也留着一头短发 一身浅蓝色装扮 对着镜头微笑完全看不出已经75岁了 皮肤保养得很好 精神状态佳 三人站在一起真的非常养眼 如果时间退回几十年前 三人可都是香港娱乐圈的顶流女星了 虽然现在三人的平均年龄都有71岁了 却都像50岁的状态 尤其是林青霞 作为一代人的女神 曾经东方教主霸气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 如今快30年过去 女神依旧风韵犹存 笑起来更是让人心动不已 希望女神要一直这么开心的笑下去啊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